現在就要老師來動手一下 來我們來看一下 九個但是不用那麼多個 我們測驗一下你就知道了 有一種是屬於練習題 也就是說同學可以檢查答案的 我要給你練習 你可以檢查對不對 那你看可以順便問一下老師嗎 請問二十四節氣是農曆還是國曆 這種問題呢 老師回答看看好了 好不好 我都有先寫這樣有沒有 然後你可以回答 那如果回答完了 你可以按這邊提交 這樣了解 好來我們來先看一下老師有沒有嘗試 通常這一題會隨著年齡的增長 而答錯 我跟各位講 我們家那個小朋友 小二的暑假 他們學校的那個作業本 裡面就在講二十四節氣 現在有開放那個統計 老師如果您進到那個裡面 應該對這個 你到我們剛剛那個群組 老師如果已經有加入的 您就到群組這邊 有沒有發現 你有加入的 然後列在這裡 對不對 下次如果說你回去 人想要重新進來 就不用再加入一次 直接從這裡就可以找到了 那你進來之後呢 我現在有開放 所以老師呢 你也可以重新整理一下這個網頁 有沒有看到後面有一個這個數字 這個就是統計 所以你看這裡 點開 有沒有看到進來了 那我怎麼知道統計在哪邊 你看第一題 你就點這裡 按一下 哇 有沒有 有老師打兩次的 有沒有 不小心被發現了 還有打三次的 有沒有 但是那個沒有關係 嘿 對啊 十三個人作答有沒有 那這個呢 因為這一題是屬於什麼 練習題嘛 所以我們的重點是說 我要知道說老師為什麼要打三次 那打三次呢 第一次打什麼 然後第二次打什麼 你看這裡 有沒有 三次 你就知道他第一次是打什麼 然後第二次打什麼 這樣 這樣清楚了齁 所以我們這樣就看了 比較知道說到底那個問題在哪 請問一下老師這一題 到底答案是什麼 我們上課也要有 有常識題對不對 對啊 這一題 正確答案是陽力還是陰力 當然是陽力的 因為題目已經洩漏出來 跟太陽有關係嘛 陰力是什麼 跟月亮有關係對不對 嘿 跟月亮有關係 因為呢 我們的二十四節氣 他都固定一個月兩個 一個月兩個 大概像 再來我們現在已經小學完了嘛 再來就大學啦 再來就大學齁 所以再過一段時間 就要 吃湯圓要長一歲了 冬至要到了齁 好 OK 所以你看這樣 有沒有比較容易知道的 那麼這是第一題 第一題就是我們講的 這種 所謂的列體體 那麼如果你是要真的要測驗它 會不會的 我們來看一個這個 塗鴉題 塗鴉的 為什麼呢 因為呢 你看喔 我們了解一下 順便大家看一下 有沒有進來 這是塗鴉題 那麼 你呢 可以像這樣 我先清除一下齁 你就看 像我這裡是問說 像我們胃 胃 有兩個開口嘛 對不對 那有一個叫斑門 一個叫優門 但是呢 像我們常常聽到 胃潰癢 優門感軍 優門感軍 對不對 到底是上面耶 還是下面耶 請自己畫一下 這裡有筆 有沒有 萬一畫錯了 比如說你這樣一畫 萬一畫錯了 只有橡皮擦 自己塗 那它呢 也會怎麼樣 你看 它類一下 怎麼畫的 會秀出來 但是重點齁 畫完之後 請按提交 呵呵 就代表送出道 我就可以知道 你會還是不會 好不好 來試看看喔 現在呢 進到統計這邊 給老師稍微看一下 你看這裡 一樣 點進來 好你看 很多人都推打了 可是如果說 你這樣看 是不是覺得 如果萬一那個位置 比較近 我不知道它答案是哪一個 對不對 所以你看喔 你可以點 點進來 在這裡 在這裡 它有一個 在下面 有一個叫做 顯示背景圖 那不怪 有一個叫顯示背景圖的不見了 確認一下 你可以從這邊播放的時候 可以看到它怎麼畫的 我看一下 播放 有看到這樣 對不對 它本來還有一個 那個顯示背景圖 不見了 這個我可能要跟它反映一下 因為 這個呢 像我們剛剛就是放一個底圖在裡面 那所以如果萬一答案是比較接近的 比如說 我要 那個地理的位置 之類的這樣子 那 背景圖顯示出來是比較方便 比較方便 這樣 老師大概了解嗎 優門在下面 上面那個叫什麼 登門 對對對 登門 所以這個蠻重要的 好 OK 那做完第二題之後 我們再來看一下喔 第二題 做完了 我們來看這一個 YouTube 這是同樣題 YouTube 我可以問一下老師 我們都知道YouTube它有一個數字 數字越大的時候代表 品質越好對不對 好 你看這裡 我先把它佔評一下 來這裡 這個數字 是不是數字越大 品質越好 那我就要問問各位 當然不能考你是不是品質最好 重點是什麼 請問這個數字 指的是影片的寬還是高 在這裡回答 還是你認為我有可能另有目的 你可以勾起它 好 那就OK了 一樣按提交 好不好 來 我們來看看 老師平常有沒有注意過 YouTube那個部分 真的 老師 我沒有那麼多信心 你認為我騙你的 不可能 不可能 好 但是 有三分之一 認為 應該是寬度 其實這個只有四分之一的答對 它是影片的高度 真的 請問這樣老師上我們課 就算彎都不會 應該也有常識了嘛 其實我們給各位看 其實 我們一般講 1920 乘以1080 這個就是我們一般講的Full HD 所謂的那個高畫質的 高畫質的 那另外呢 還有一個1280 乘以720 這個叫做HD 所以 老師應該會發現一件事 在YouTube上 如果它是HD 上品質 後面是不是有個紅色的 紅色這個字 就是在剛剛那個數字那邊 它後面會有紅色的字 如果你不是很清楚 你可以直接到YouTube這邊 你看我們隨便找一個 隨便找一段影片 這個 先停 你看這裡 有沒有發現 我沒有講錯吧 這個720 10800 這樣就會有 對不對 那這個呢 就是Full HD 或HD的品質 那麼 480是指什麼 720 320 乘以480 就是我們一般講的DVD的品質 DVD的 那麼240這個呢 就是320 乘以240 就是以前我們講的VCD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品質 影片品質越來越好嗎 當然也因為怎麼樣 數值越來越大 檔案就越來越大 那個時間就比較久 OK 你看這樣上課長知識也不錯吧 好 所以齁 你看我們利用這個方式 雖然是在線上的 有沒有老師 我們有一個即時的互動 可以馬上知道 大家的什麼 回答的情形 當然其實 有些啦 有些數學員 他是有推出所謂的那個 APP 彎道是沒有 不過我是 沒有很鼓勵說 一定要在教室裡面 一定要用APP 老師也可以叫同學 上來回答 對不對 所以呢 我給老師看一個東西 好不好 跳一個 你看一下 右手邊 也沒有隨機抽人 看老師要抽幾個 好不好 就看你啊 你要抽一個 要抽兩個 隨便你 開始 這個不知道是誰 郭老師 有來嗎 這樣可以嗎 這樣 這樣 上課精神為之於任務 偶偶偶偶用一下 所以其實他有一些工具 我們可以像這樣 當然你要做一些 比如說倒數計時 可能 同學我們現在才剩幾分鐘幾秒鐘 對不對 你也可以自己用 這樣 工具呢 就會比較利用 所以一般其實我在用 我會比較喜歡用 所謂的 群組 因為群組就有這麼多功能 就這麼多功能 那如果老師您只是單純就是整理這些課程的資料的話 是您上課的時候 引用比較方便 可是呢 可能就沒有那麼多互動的功能 就沒有那麼多互動功能 這個是給老師稍微參考一下 所以您看 經過剛剛的幾個測驗題類型之後 有沒有覺得很好玩 還有一個喔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老師有沒有遇過這種 影片測驗的 影片播到一半啊 然後就跳一個題目出來啊 我們剛剛那種影片你是 你自己要怎麼樣 像這種 嗯 這個 剛剛那個 腳麻那個 是說 你要整段影片自己看完嘛 但是呢 還有一種叫做 題目就在影片中的 有沒有一些綜藝節目啊 有時候會用這種方法 欸我先給你看那段影片 然後就跳出那個題目來 所以呢 這個就像這樣 來給你看一下 好 那你進來之後呢 我在這邊 會有告訴你 我的題目 將會從 4分40秒出現 可以吧 可以 其實我們那個 1Note上面 你可以指定 我要從第幾分第幾秒開始看 那我現在呢 先Play一下 簡單Play一下 然後我從4分鐘 這裡 我是檸檬 你看我都看很可愛的 有沒有跳出來 題目有沒有跳出來 有沒有 有沒有 在這裡 就是如果你已經到了那個 來 你看一下 我們剛剛是大概在這邊嘛 你Play的時候 有沒有 他手沒有碰到啊 然後就會轉啊 他變得會聽這種人話 那手沒有碰到就會轉 他就會過來 還可以問他問題耶 有沒有什麼問題 想要問 我想問我想問我想問 所以有些時候 我們給同學在看影片的時候 你可以怎麼樣 在裡面 你可以出幾題沒有關係喔 你可以自己決定 是誰 有沒有 這樣是不是把這個跳出來 先不要給他看答案嘛 呵呵呵 就可以馬上測驗你一下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玩弄的特色喔 因為目前看到其他的說學品裡面 好像還沒有這個功能 還沒有這個功能 所以他就可以自己回答 啊 我是靜電 檢查 對的 有沒有 他如果 按 就如果 答完了就可以繼續往家看 呵呵呵 那也許你可能後面還有其他的 就可以再 再加第二題第三題 其實加幾個題目都沒有關係 這樣了解 這樣是不是就 老師在上課的時候 好像工具又更靈活一些了 嗯 其他的應該就都還好啦 其他的像這個Google表單的 應該就像我們剛剛看到的一樣 你也可以把Google表單的內容 把它擺到裡面來 喔呦 好 現在已經非常慢 像我都會像這樣子 然後呢 其中 其末 除了學校本身有問卷以外 我也都會再幫他準備一個問卷 喔 了解一下說 欸大家 對於上課的內容有沒有什麼問題 那有什麼樣的回應 這樣 老師比較有改進的空間 對不對 不然有時候 老師上課自我感覺良好 結果 同學在下面 搞到內容 有沒有可能 也是有可能喔 對不對 所以我們 我通常會希望說同學 有機會讓他可以把這些 資訊做回饋 那我們就可以改得更好 我們自己更好的 以後的人是不是就更好 對吧 所以這個是大概我們所提到的 這些測驗的類型 這樣 老師就給你先玩玩看喔 其他沒玩過的 你可以再試看看 好不好 來